中國這次第二季的GDP 號稱是0.4% 但中間卻是蠻多疑點的 我們要一一來了解 但不論如何 現在中國的富豪大咖銀行高幹 幾乎是能跑就跑 跑得了嗎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中國今年 面臨到很大的一個 經濟上面的一個難題 我們有講說有六張骨牌效應 第一當然就是疫情在起 風控無效 因為習近平還是堅持要清零 第二個是通膨 通膨號稱上漲1.7% 看起來好像不多 問題是通膨率只會越來越高升 然後漲價會越來越多 然後你現在看 你的收入越來越少 經濟越來越差 那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第三就是16到24歲的失業率會增加 第四個是停貸潮引爆金融危機 第五個是消費者失去信心 其實這是很可怕 為什麼呢 我失去信心之後我會越怕 越怕之後我就不願意去消費 因為我想要更多的錢 放在這個手上身上嘛 因為我不知道市局會變成怎麼樣 第六個是債務增加稅收減少 各位 不是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去做PCR嗎 有沒有 然後去做檢查 PCR要錢的 PCR比快篩貴很多 他說重慶在四川重慶的民營醫院倒閉啦 外門貼封條為什麼沒有辦法 太貴了很多東西太貴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相關的排擠效應等等啊 醫院的收入沒有辦法 而我支出的結果我們收不到錢 為了倒閉啊 那連帶的 在這次的這個相關的中國這個封城的過程當中 有一種職業讓大家 他非常分開的大白嘛 大白根本就是黑道流氓 沒什麼兩樣嘛 穿起全身的白色的隔離衣 照理來講這是衣服人員才能穿嘛 結果大白打人家 然後不是打這個老弱婦孺孺照打等等嗎 現在不好意思啊 連這個大白他們寧可不幹了罷工 為什麼拿不到錢 他們的工資被積欠 然後呢 那麼他們自己本身拿不到錢 拿不到錢 我連打人我都拿著打 更可怕的是什麼 那麼隨著經濟快速的崩潰 你可以發現喔 他是全世界外匯存在最多的國家 就他沒有錢 他沒有現金 我們這禮拜不是一直在講嗎 一張操作 我們以前都叫100塊人民幣操作 現在真的是操作 為什麼 號碼都一樣 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我問你 你印鈔票 那你就必須要黃金準備金嘛 對不對 有黃金 等量的黃金放在那個地方 你一樣購買 在印一千張一萬張的意思就是 那我問你 到時候通貨膨炸會更嚴重 職業一直扁啊 然後呢 富豪明星銀行高管 全部逃命 保守估計 今年大概至少會逃1萬多個以上 大概先匯出去的金額 湊出去的大概是1.40兆 這不是外資 這個是自己中國人要逃出去的 然後呢 除此只限 只次次於什麼 只次於俄羅斯的有錢人 俄羅斯有錢人要看照啊 而且他相信 想盡辦法把自己本來 用俄羅斯護照名義下的那個財產 弄成另外一本護照的財產 我不會叫木銷啊 會被英國 會被美國給沒收嘛 那他現在全是第二大的逃離的 對不對 居然是中國啊 那 這些逃完以後 比較特殊的是 那為什麼會有銀行的高級幹部 他也要逃 很簡單 現在不是銀行危機來嗎 你去駕駛錢 結果你贏不到錢嘛 結果更大的危機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剛剛說的那個所謂的停貸潮 就是那個爛尾樓啊 很多房子對不對 去貸款啊 很多房子去貸款 有五成以上的債務票據 可能都是造假 可能都造假 我問你 平常是沒事情 都沒事情 現在平常的時期 比如說平常的時期 中共如果要抓人的話 他抓誰 抓你們這些銀行的高級幹部嘛 你是不是收費 你是不是這個等於說 拿錢貪污啊 你不要忘記 那時候很多在台灣 本來台灣人還有在買吃吃喝喝 在那個一些高貴的名酒 動不動就八萬十萬的 全部都轉到中國去啊 為什麼 拿去送禮 拿去貪污啊 現在等到現在 已經整個都沒辦法 等於說 撐過去的時候 中共可能就會針對這些銀行的 高級幹部下手了